而这个时候马拉诺为了能赢牌子上的奖金 选择了欧印 直接把底池拉到了一万五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那么周四了 今天带来一个全新的系列啊 Bonus Game 这节目组为了大家能打得凶一点啊 为了有节目效果也是花招频出啊 排手呢先往讲池里每人丢四千 然后呢连胜2769 甚至勾嗨以下再合拍赢牌 都可以从讲池里拿走对应的奖金 所以当你赢了一手牌呢 你下一手牌必然会拉宽起手范围 提高自己翻后的进攻性 我只能说太坏了节目组 好那么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Zio拿到一手石钩同色直接推了 Nate Hill A钩也推 大家现在都是短码 每个人手中的筹码都不算太深啊 虽然说这张桌子的盲注级别呢 只有五十 哎 只有二十啊 但是四千该推就推 好那么这手牌Zio被压制 看看Nate Hill能不能顺利把底持收入囊中 这张桌子呢 不知道是否像周一一样 只发一次牌啊 咱们还要看一看 翻牌面对于Zio来讲还算不错 啊 合牌一张草花A 虽然Nate Hill后手命中顶对 但是Zio的铜花呢 也做成了 赢了一次了 那么下一手牌Zio要努力了 继续来往下看 真就推推乐吗 DJ A7推了 Kieran A10推了 Zio A圈也推了 然后呢 Gerti在大忙位拿到一手AK 我去这牌 这我不能说AK一定能笑到最后啊 这人太多了呀 即便牌力压制啊 也还是有可能有牌手啊 会先中牌 小马哥在思考 是否要用一手五六杂色入尺 这就没必要了吧 四个win了 好 好 那么来看这个四家跑马的结果如何 A4已经没有了 A4就不要指望了 克兰一次还是两次 大家是可以选的 不过这要是发两次 这也太难算了 翻牌三四七 DJ Washburn率先中队了 还没有结束 转牌一张十 Kieran 合牌 哎呦 转牌竟然还不是终点 最终还是Girty笑到了最后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ZO面前三颗黑色的筹码只代表着他已经连胜了三手牌啊 这绝对不能再让他连胜下去了 如果再让他连胜两手牌 那么 奖匙里所有的奖金啊就全部归他所有了 ZO圈十 ZO圈十 先手加住了两千 Nate Hill口袋四根了 这短码这该跟就得跟 DJ Washburn二七肯定也要跟 二七能赢也有奖励对吧 打牌之前先得看看 Kieran 规则牌 Kieran 石钩杂色 Kieran后手一共两千五啊 来呗 绝对不能让ZO一个人独吞奖持啊 大家必须要站出来防御 八千两百七的底石 底石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要防御的是ZO连胜 ZO说 如果贝头哥你能帮我赢下这手牌啊 我给你一千小费 哇 这何关要发财了 翻牌有四 呃 Nate要中赛 那这手牌 ZO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一张A4 这给到ZO卡K的顺子听牌 可以反超 他还有机会 奇迹 一千的小费 贝头哥就看这张合牌 没有 好 Nate要呢 拿下这个底石 并终止了ZO的连胜 来看这手牌 小马哥呢 刚才赢了一手牌 于是为了连射 这用一手四八杂色啊 加注入池啊 翻牌A23 一张大S戳在这儿 马拉诺 马拉诺日子并不好过 过牌了 转牌一张十 Dylan也中队了 低持一千三 GOTI下注 四百三 这一枪打得很轻 也很像一张A4 在拿价值 而马拉诺跟注之后呢 Dylan竟然还没走啊 好 来看合牌 一张红心K 圈石成顺 马拉诺有机会吗 我觉得机会不大 圈石的话 在转牌似乎比较难跟注啊 想演一手 什么四五 甚至演什么A十两对 这种都很难 因为以马拉诺的性格 如果真有两对的话 转牌就加注了 不会等到合牌 GOTI合牌下注一千六 很明显 马拉诺知道GOTI有牌 因为面对两个人 GOTI不会去偷这个敌持 而这个时候 马拉诺为了能赢牌子上的奖金 选择了O-in 直接把底池拉到了一万五 就是说啊 小马哥很有可能啊 为了连胜而破釜沉舟啊 没错 看起来就像布拉夫 扛住 扛住啊 这手牌 马拉诺如果赢下来啊 这是一手低于勾嗨的牌 那马拉诺可以拿走额外两千的奖金 再加上他的连胜奖金啊 这有点爽了 勾替最终还是放弃了 让小马哥得逞了 第一反应先看牌子 自己能拿走哪一档的奖金 爽了 JT You have to look at him 2000加600 So that's 2K plus the two in a row 2600 好 继续往下看 这手牌连续的牌啊 不用问 小马哥无论是什么棋手牌 他都会做这一个500的三败啊 去入持 因为他要去拿那第三档的奖金啊 2500 啊 行了 那这手牌没了 勾替手里有7 这牌面勾替无敌了 勾替的夹注要到了 呃 跟注也可以啊 转牌再说 转牌再过牌 小马哥还会开枪 因为小马哥他想连胜 要拿捏他这一点 直接夹注啊 那 小马哥的连胜要 再次终结了 这即便知道勾替在偷 马拉诺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啊 自己能赢啊 对手 真有一手A嗨 自己都打不过 直接看奖金 这弄的勾替也有一丝丝的慌乱啊 怎么着 你稳赢了吗 来看这一手牌 小马哥拿到一手K4草花 面对勾替做的三败呢 还是选择了入持 马拉诺又要开启自己的连胜之旅了吗 翻牌3K5 马拉诺拿到顶盾 还是一手K花听牌 这牌有点强啊 勾替中五翻后下注1500 这小马哥不加注啊 都是好的呀 跟注 底池已经来到了8000 转牌一张9 勾替牌力反超了 但是这手牌 勾替无论怎么打 小马哥也不会走啊 哇 这可以连续开枪了 5500 8000的坡下注5500 为了连胜啊 小马哥 估计还是要放手一搏的 尤其自己还是有 前门的童花在等待着他 跟注 最关键的合牌 马拉诺在祈祷 好 草花赶紧掉出来 哇 还是张草花Ace 现在马拉诺直接无敌了 我想这应该是勾替不想看到的情况 得 勾替完全没预感到危险 描扣 恭喜 小马哥拿下这个底池 拿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池 并继续开启自己的连胜之旅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